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日有楼看 我是陶俊文 我是陈志军 临近月底新盘市场突然升温和 其中黄竹坑站的进环 周末收飞 情况理想 发展商随即在星期一加推80伙 未开卖已有单位加价半成 而在黄角有两个单堂盘队里 阮阳集团千望上载楼书后 顺智的温苏豪 在Iman随即加推30多个一房 个别比首批贵7% 多个新盘同步推出 其中上星期开架的黄竹坑站进环 周末收飞反应理想 发展商乘势加推并且加价 新一批80伙再无一房互营 全部属于两三房间隔 面积最小570多尺 整批截实1690多万至3200多万 尺价28100多元至38100多元 平均尺价达31600多元 比首批贵超过6% 仔细分析今批单位 以三房互加幅最大 例如新推荐1A座31楼G室 面积840尺 摘实价大概3025万 较首批假单之中低一层的G室 摘实价大概2867万 高出5.5% 至于两房互营 加幅就比三房少 只有大概百分之三 反映换楼互营需求强劲 来到旺角就上演两个单堂盘对垒的场面 远洋集团旗下位于烟厂街的千望 星期一公布项目楼书 不过规模和开迹都相当迷离 83个单位面积最小只是151尺 开放式单位最大也只是203尺 一房227至319尺 发展商随积在星期二 就会对传媒开放示范单位 由顺市牵头 山东街的温苏豪 在星期一晚随积加推33火 全数都是一房 摘实最低近640万 最贵超过740万 整批尺价介乎22,100多 至24,100多 平均尺价22,951 较首批高出超过6% 做个单位比较 实际差距更大 例如新加推的12楼B2室 285尺的一房 折实近670万 比起同层、同向、面积相同的A2室 贵40多万 价格贵超过7% 在周末已率先开售的 新地屯门与海湾2 首轮129火 已经沽出122火 销售比率达到94% 发展商随积以摘实平均尺价 19,150元 加推42火 并且同时修改价单 将22个单位加价 其中7个两房大幅加价5% 无线电视韩配行不导 热手楼市方面 交投有再次加范的迹象 有代理的统计显示 18屋院在过去的周末 录灯26宗成交 按周急升7.3 是6个星期以来最多 如果撇除一些龙头的屋院 部分二、三线楼盘就似乎没什么受惠了 香港仔最新就有单位 因为业主急着移民去卖楼 要劈价过百万 低过市价卖楼 受惠疫情放缓 加上全球低息环境持续 增强准买家的入市信心 刺激中原在过去周末 录得26宗的十大屋院成交 按周急升7.3 是6星期以来最多 26宗属于力算高位 近半年高位有29宗 我相信因为4月下半个月好些 上半个月就差些 我估计都是疫情 一直确诊人数少了 还有市道等了几个星期 觉得都不会再跌下来 就开始二手各大屋村的成交就增加了 不过在部分二、三线屋苑 交头就务明显加快 如果业主急着沽货套现 更可能要大幅砍价 减到低过市价先有承接 同区即将有新盘开售的香港仔中心P座低层 594尺的单位 原先以920万放盘 不过放盘四个月之后减价130万 即是1乘4 才以790万沽出 赐价13300元 大卫属于三房间隔 望楼景 代理说原业主因为移民先急着卖楼 大卫族在2016年8月以685万买入 转手账面赚大约105万 升值超过一成半 以相同的预算 最新可以在尼岛区的东涌 买入楼宁比较新的三房 虽然单位大几十尺 不过胜在尺价低点 以至入场价仍可以低过800万水平 影湾园15座高层 一个实用面积647尺的单位 属于三房间隔 最新以790万年租药液手 赐价12200多元 代理说新买家是首置客 单位现时的月租1万7元 以最新造价推算 租金回报达到2厘6 原业主在2007年5月以228万买入 持科14年 账面赚超过561万 升值2.4倍 如果不介意面积小一点 在新解东的沙田第一城 最新都有三房单位 造价可以符合九成岸保门栏 代理的统计显示 屋苑今个月暂时录得大约33中二手成交 屋苑17座中层 一个实用面积451尺的单位 原先以710万放盘 轻微减价15万即是百分之二 以695万沽出 借价相当于15400多元 新买家是同区的换楼客 由于叫价合理 间隔合洗 聚职买入单位自住 原业主2014年以460万入市 持科大约7年 账面赚235万 升值5成1 虽然楼市的成交加快了 不过未来的新盘供应进度可能会追不上 屋苑住的公布 2月份的私楼动工量再次跌到零 是三个月以内的第二次 动工量这么低 除了受到农历年长假期影响 有分析说可能是与疫情有关 不过受为市况回稳 预期再出现零动工的可能性已经较低 过去的2月份正值农历年假期传统淡季 虽然期内的私楼落成量 仍然有783伙 按月增加6成7 不过同期的单位动工量 就要再次交白卷 屋若处公布 2月份的住宅动工量跌到去零 是三个月内第二次 头两个月计数字维持在85伙 比去年同期大跌8成半 跌到12年以来的同期新低 去年年初和去年年底 至今年2月都先后出现过 这个领动工会随着会变回稳定 还有疫情也叫做愁控 相信整个社会 无论政府办公情况 或者发展商对后市信心 都会重拾回 变了估计未来再出现 这些领动工的几度 应该会上映减少 虽然今年离界动工量偏低 不过有分析说 不少项目已经获批动工 包括屯门54区 天水围天荣站 和白石角邮景里等的地盘 刺激动工量止跌回稳 建筑批职方面 屋若处都公布 同期批出了15份建筑图职 以九龙占9份最多 港岛和新界各占1份和5份 如果按用途分类 只有九份涉及住宅物业发展 当中启德跑道区4A2地皮 获批兴建超过107万尺的住宅 涉及四座27至29层高的大厦 连同住客会所和政府社福设施 可见楼面合共120万尺 地皮位处前排享有无遮挡维港海景 中国海外、恒地、家瓦和九仓 在2019年11月已超过159亿重标 每尺的楼面地价相当于13200多元 至于将军澳日出康城十一期项目 都获批兴建超过95万尺住宅 涉及三座48至52层高的物业 另外设有一层平台和四层停车场 可见总楼面超过96万尺 项目组在前年4月由迅至招商局置地 同家瓦重标市存保地价超过30亿5000万 相当于每尺近3200元 提供最多1850伙 与其2025年落成 资助房屋方面 房协同期都有三个项目获批图绩 以启得一依一地盘规模最大 总楼面近150万尺 另外在安达神道和洪水桥 都有项目获得批绩 先休息一会儿 回来有投资专材 带大家去到大角咀 参观区内的新型工厦单位 叫价是怎样 投资潜力又有多大 回来节目时间 大角咀一大位处市区的核心地段 在上世纪中后期已经发展成住宅区 同时有不少工厦 这些工厦落成到现在 说的不少都有四五十年纽龄 吸引不少投资者去买入重建 提升价值再出售 一般我们说大角咀的工业区 我们都是指太子和旺角 在唐尾道以西的一个地带 叫做大角咀的工业区 其实实际上它是唐尾道 通州街 必发道 合陶街 一带这一个圈 就是一个工业区 区内行业以工业为主 商业活动不多 例如费贴收 修理汽车 装修等等 又在区内二十年 设立装修工作室的负责人认为 区内的变化不算多 不过租金也没有明显下降 他们原本在福泉街 租用三千尺的单位 后来因为经济环境转差 改了租用同区唐尾道的单位 单位面积一千五百尺 月租二万二千元 我选择在这里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里隔一条街 两条街 就已经是一些装修材料店 我们每天早上 师傅是回来这里集合的 收拾工具 收拾材料 有些欠什么材料 就在这里附近买 无论油漆 电器 泥水 各样都容易买到 在这里集合 一起叫车仔出发 每天大家就方便很多 叫师傅上班 每个人回来旺角大厦 容易很多 在区内 有不少像他们 租用纽龄三四十年的工厦 但随着不少发展商 积极到区内寻找重建机会 区内不少旧工厦 都拆射重建 大角咀的工业区 围绕在这一圈 这一边比较多 就是旧式的工厂大厦 可能有些是六层高 十层高之内的工厂大厦 可能有三四十年都有了 所以近这几年 就开始多了发展商 就开始在这里收购合併 一些旧式的工厂大厦 拆射重建 建设一些新型的甲级工厦 在这段时间 近这两年入伙 就很多新型的工业大厦 或者workshop就出现了 这部分大部分都是以一些小单位 譬如可能由二三百尺到五六百尺 不等那一类型的单位比较多 有代理认为 区内的交通常算方便 加上生活机能齐全 未来的商业活动有潜力增加 其实看你在哪一个位置 如果你近旺角多些 十几分钟路程 如果你是去奥运站那边 大约也是十分钟的路程 如果你是近太子那边 你走去太子地铁站 都是十几分钟 所以你用一个步行的行程来看 它十几分钟时间 基本上可以到达港铁站 以及以位置来计 大角咀其实是一个双住混合区 很多都是一些街市铺 那你民生的东西是很多的 如果你在大角咀的工业区工作 那你收工 上去买菜或者扣物 然后才回家 它就相当方便 参观的新型工厦位于必发道 入伙大约两年 看看外观 新铺的外墙砖 还有一些新型的玻璃墨墙 电梯大堂 走廊 重新装修 这设计感觉年轻 参观单位面积有大约400尺 室内一眼望通 有一组近落地的大窗 也有洗手间 单位月租叫价8000元 尺租大约20元 代理话区里的租金相差甚远 一般新旧单位相差一半 租金很参差 就要视乎那幢大厦的扭宁质素 刚才我们提及 如果扭宁有三、四十年以上 它是很旧式的工厂大厦 即是楼上楼下做五金、电导厂、不秀钢 它是会比较旧式一些 租金很便宜 那些是由十多元一尺 即是十二、三到十六、七元都有 但一去到这些新型、新建成的 一些甲级工厦或者workshop 它的租金就升幅很多 最高峰曾经试过 承接到有三十元一尺的租租 当然它的面积是比较小 它每一个月的租金 就比较小一些 可能是八、九千元到万松 一个月租都可以 平均租金是二十多元到三十元之内 都可以选择单位 这个单位同时放售 叫价433万 赤价近1万1千元 代理说这类单位 在两年前推出的时候很受欢迎 在两年多前去销售这一类型的单位 都挺抢手的 因为当时的甲心的卖价也相当低 当时开价由八、九千元一尺起 如果你说一个三百多尺 四百尺的单位 可能都是三百多万的入场费 所以在当时两年多前的时间 都吸引了很多用家和投资者 入市的 新楼和大家看到它的外形设计 大堂和上到每一个楼层的 一些门面和长生设计 都比较新潮新穎一些 吸引了比较多的年轻人 就过来这一边 他又认为这类单位的租金相对便宜 能够吸引不少创业人士租用 作为收租投资不成问题 大部分将一层的楼面 就可能分间了十几个小单位 每个小单位 可能是由三百多尺到五、六百尺不等 这个主要是销售什么 就是销售的甲心是比较小 以租金为例 假设它是二十多元的租金 大约是四百多尺的单位 它月租是八千元 八千兆元 因为它月租的甲心比较低 就吸引到很多 譬如是创业人士 或者做一些初创的事业 或者是一些小型的工作室 这就非常合适 因为似乎 如果你去找其他区域 它就未必有一些小单位供应 因为大部分大家都知道 柳陵旧小小的工业大厦 它以前的设计 是要真的做到工业类别 拿到几千尺一个单位 所以你要在同区找到小单位 就可以租这些新落成的一些工作室 或者是一些甲级的工客 它就会有小单位供应到 这些小单位 有投资者就认为 区内的人流不多 缺乏商业动力 估计未来的升值潜力有限 这三条街里面 你看到大家的人气都不是很旺盛 这个传统的区域 内往的人流不是很旺盛 它集中在哪里呢 就是大角水道 还有现在最新的那几个地盘 就是恒基的利好坊 我看未来大角水道的升值空间 有 不过不会很强 因为它最强的地方 升值最多的地方 都是大角水道 另一边的利好坊 恒基的利好坊那边 因为那边的住宅群是多的 亦都恒基有几个地盘 将会落成2000多个单位入伙 而这边是传统的工业区 有必法街 福泉街 和合图街 和阳重街 这个传统工业区 所以它那个人流也不是很多 所以你说如果它卖到 一万元一尺 那我就宁愿投资尖沙咀 或者旺角和太子的写字楼 因为这几区的写字楼 还有些细码的写字楼 也有三百多四百万至五百万 也有 李凯文又认为 单位的租务回报不够三厘 是一个相对高风险的投资 云创方的租都挺多放出来的 在现在这个时期的话 其实如果它要20元去租的话 我觉得普遍上是高了一点 最重要就是它的回报很低 普遍都是只有这几至两厘的回报 如果这几至两厘的回报 不是那么理想 而你又要等它升值 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个风险在 除非它已经去到三厘、四厘 你坐在那里等它升值 是安全一点的 但这里只有这几至两这几 那就是可能 你在银行贷款的时候 你还要到铁了 再看看一街之隔的合同街九号 单位面积大一点近五百尺 单位装修新垂 有一排的储物柜 内置洗手间 业主叫价五百四十万 平均尺价一万一千元 代理说两座大厦的分别不大 但这个单位的卖点就是有装修 新业主適用的话就可以省回装修费 这楼零比刚才那一栋大一年 整个设计上都是以小单位为主 这一栋大家看到它是平实一点 刚才看到的就是新潮一点 用颜色就比较鲜一点 这边就比较平实一点 跟刚才那栋大厦 它的位置相距就是一条街 路程相距都是一两分钟之内的路程 都可以说两栋都是这两三年入伙 代理又说 区内的单位租金高低 最主要还是看面积和室内装修 而投资者就认为区内的投资价值不高 如果要投资的话 它更加倾向合图街的单位 因为合图街9号这个 其实它也没有那么挨近殡园馆 宏創方就挨近殡园馆 虽然云創方它是比较英俊 它是比较新潮的装修 而合图街9号的设计是没有那么新鸣 像我们在这个天台上 你都会看到它有个天台和平台 空间是给一些租户用的 但是云創方是没有的 今集先看到这里 下一集投资专材带大家看店 在疫情下有物流公司转型卖宠物用品 并且发展线上商店 眼见到街铺的租金跌了不少 有意将网店实体化 选择铺位的时候 有什么需要注意 下星期记得留意 节目时间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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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